如果是你的領導,為何這麼沒有連貫性,以前不是突然間就是這樣? 你又沒有聽鄧小平說,我們將這個爭議各置一下,等下一代解決,可能下一代智慧更加厲害 下一代解決,下一代那時日本人有沒有什麼表態? 人家沒有表態的,就是你自己去講,講了就算了,你講了,別人都沒有表示,沒有贊成,也沒有反對 講完之後,你突然間,那時沒有本事,就不敢講,你說鄧小平,鄧小平也是第二代,第一次用法工,你連提都不提,也不敢講 我現在是一個前台詞,就是想著,下一代過多幾十年,我們的軟實力就登陸你們東京,到時你們就要清醒 所以鄧小平說,對於這個所謂的釣魚台,就是日本講的,知道我們做各支爭議,我覺得只是這句就應該給個和平獎,對的 是,應該拿和平獎,就是這麼多不講道理的中國人,對不對 賀丹,其實你剛才提到毛澤東的問題,其實不單止是這樣的,因為我們譬如,在整個六七十年代,分別送領土給哪些國家呢?俄羅斯,北韓,北韓的長白山,其實就是我們,如果你說是我們清朝滿清的發源地來的嘛 阿娥姆,就是滿族就是這裡的神山來的嘛,那麼這裡是一個,所以見到說 現在人家北韓租回兩個東西,對的,租回兩個鴨六江上面的小島給我們的,其實那些應該就是我們自己的領土來的 我們,我們,你有份的?中國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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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送的嗎? 是不是中國人送的?你是不是中國人?你是不是中國人?你有沒有送的?老母送的? 你不要說我們,但是很硬, 送了我們都不知道, 你也包我,我在這裡試試看, 我想到什麼時候送過呢? 然後在這個六十年代的時候, 德布灣有一個南中海最大的一個島, 這個島呢,現在也送了給越南, 那時候說,因為要對付美軍的飛機, 看到一個雷達站,在這裡就可以預測到, 美軍快要光炸這個河裏, 所以說一時一時, 到中國,鄧小平說要交分越南, 那個看法又不同, 所以你說要收回的時候, 就很多東西應該要收回, 比如俄羅斯的過百萬平方公里的零號, 包括富二寶, 沒有俄羅斯, 你說俄羅斯那裏, 當年說珍寶島保衛戰, 說打贏了蘇聯, 現在跟俄羅斯又不是說打仗, 為什麼不去整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呢, 這件事你問一下曾蔭權, 其實呢, 根本上就打輸了, 不敢出爭, 你好像跟印度打仗那樣, 打贏了, 為什麼整十萬平方公里被印度拿了, 怎麼會這樣打贏呢, 這些問題太複雜了, 多謝何先生, 這些問題要問中文外, 說到這個問題, 基本法國防外交不歸香港門, 我久不久都要看一看, 我問這麼多東西, 不知道會被人咳咳, 很敏感啊, 很害怕啊, 有得吃你就吃, 口康奇啊, 有得吃就蛇, 有得吃就蛇就蛇, 這些呢, 軍事外交不要問, 我亦都不敢興趣, 送就送, 有什麼所謂啊, 這個世界佛家最高的境界就是四大階空, 人死了什麼都空, 你這麼執著幹什麼呢, 最好全部送了, 送了叫做好就是了, 了就是好, 我們中國文化對這件事的態度, 這個就講我們了, 我們中國文化對這件事看得很超然, 所以送領土呢, 你們這些低層次去看, 才起了房子, 青斤暴染, 我呢, 由佛家, 道家來看, 送得好, 送了, 沒有了, 最好, 是不是, 這個呢, 現在的難題就是, 他真的不可以再送了嘛, 他覺得自己真是很強大嘛, 問題是, 你現在來送, 人家都不要, 你試試送一下深圳給人家, 他要不要, 領土加上那些人啊, 大哥, 他害怕的, 你送給他都不要, 不要搞了, 還是要領土, 不要你人, 可以嗎, 你給我趕吧, 你趕了先, 你負責趕吧, 好嗎, 現在他真的要稍為站硬一點, 因為呢, 你調過來鬆一鬆, 藍沙怎樣呢, 最慘的, 這個東西, 家瑜我覺得, 他因為整個, 就是中共的權力基礎, 是用民族主義去鞏固了, 那你一說民族主義的時候, 領土是很重要的一元來的, 一部分來的, 但是, 如果你說, 你既然說到自己這個中國共產黨, 整個集團, 是這麼愛國的, 這麼愛護中國的話, 就是不可以在我掌管權力的這一代, 給了出去, 沒有去啦, 就是你不可能失去領土, 你看見到他, 花這麼多氣力, 去到宣傳香港, 回歸, 他甚至忍得挺辛苦, 我不干預你, 實際當然是, 按摩底干預了很多啦, 就是, 你就見到他, 在整個這個過程裡面, 他就要告訴大家, 幫大家拿回很多的領土, 我是一個很民族主義, 很愛國的一個集團, 用這件事去到, 加強節那個權力基礎而已嘛, 唉, 所以呢, 給我們三個集團起來, 講十八一做, 小艾爾鯉, 從今集團裡的任何人 Likewise了... 你心想聰明叫萬務, descend人們都有28萬一, 也算你買 cons Krank變成雲 cryptocurrency, 升級民話1萬什麼品牌的數字, 管閃欣祝注意一次吧, pilot人來說也可以要解釋, 你吃膽量的我們想, Marcus Trump是可以先請問人, 那一許多祝東西, 對啊, 拜拜